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人在楼下随便送你花 你就拿着了 你先坐嘛 先坐 先坐 好不好 先坐 先坐 坐这儿嘛 你坐嘛 那你开不开心啊 开心啊 别人送你花 你就那么开心啊 问你 别人送你花 你就那么开心吗 没有啊 不过这花挺好看的 你别叹气嘛 我不叹 都有人送你花了 你那么开心 我不叹气 我干嘛呀 你看这 这花好看嘛 好看呀 太好看了 哎呀 哎呀 什么嘛 俊哥 你这花好看 而且今天是个特殊的节日嘛 然后他说 一个小哥哥说 你看我怎么好看 然后他就一直都要说我 我说不要不要不要 他就一直给我 那你为什么还要接 接到 接接下 你不能不要吗 别人的心意 然后我就把他拿着了嘛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你收下别人的话 你知道这寓意是什么吗 什么日子 我不知道了 来 叔叔爱哥姐姐 你们告诉一下 诚心 今天是什么日子 叔叔爱哥姐姐 你们告诉一下 诚心 今天是什么日子 君哥 你怎么叹气 一直都在叹气呀 君哥 都要有别人送你花了 我 叔叔爱哥 你阿俊现在好难受 阿俊现在 我觉得这花还挺好看的 不然以后我把它放在你的办公室里面 你放在我办公室干嘛 我不要 这别人送你的花 我要干嘛 我不要 我觉得这花还好看呀 你看吧 好看好看的嘛 你拿回家 不要放在我公司好不好 我觉得放在你办公室挺衬托你的嘛 我不要 它这么美 我不要 那我如果说让你把这个花拿去丢了 你会不会丢吗 这不 这可不能丢 君哥 这个花是我准备 哎 不逗你的君哥 啊 我一会儿 你刚不说这个花是别人送给你的吗 那你一会儿我让你拿去丢了 你会丢吗 丢了快可惜了 那别人送给你的花 你就那么高兴吗 这个花君哥 而且这也是别人的一番心意嘛 你知道别 你 纯兴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你收下别人的一番心意 我 我真的 而且这花代表着别人对你的那个想念嘛 而且也代表着不是说要制作那个仪式感嘛 然后别人不是就就送给我了吗 这花不能多呀 君哥 那你们有没有 他有没有问你 要你的联系方式啊 那你给了吗 给 给 你到底给没给 叔叔阿姨哥姐姐 你们说阿俊怎么办啊 真的是 我就让小文带 陈兴出去吃一碗吃一碗饭的时间 他就收到别人送的花 你到底给没给 你到底给没给 没有给 真的 这没给吗 假没给 陈兴居然还给了那个那个男的那个男的联系方式 叔叔阿姨你们说怎么办 陈兴 那我现在要让我现在 让你把这束花拿去丢了 好不好 对 我看着我烦 丢了怪可惜的 君哥 我看着我烦啊 我跟你说 你脸都不好看 这个花哪里好看了吗 这个花 这个花好看吗 哎呀 你别这样嘛 君哥 哎 真的是 叔叔阿姨姐 你们说 你们说怎么办嘛 叔叔阿姨姐姐 快帮阿俊出一点意见 出一点建议啊 我其实这个花拿到公司来 是准备送给一个我最重要的人 意思就是你从别人收下的花你要再送给别人 你是这个意思吗 怎么 你理解 可不可以拿去丢了呀 不能的 这个花对我很重要的 别人送给你就那么重要吗 而且这里面富含了很多寓意的君哥 丢不丢 君哥 你别生气嘛 君哥 给你说这花我 送我的 你刚刚说了别人送你的 我都你大君哥 我现在真的好气 是不是就说还个人 你们说我要不要让程鑫把这束花丢了 我看了这束花我就烦 还给了联系方式 我真的糊了 我怎么给联系方式 说还个姐要不要丢了说啊 真的是你买的吗 不是别人送你的 但是这货花是我送给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人 是你买来送给你一个你觉得特别重要的人的 你送给 你是不是拿回去送给哥哥的呀 啊 还是送给奶奶的呀 你是不是拿回去送给奶奶的呀 啊 不是 你再猜 不是送给奶奶的吗 那就是送给哥哥的 嗯 毕竟哥哥是你最重要的人吗 也不是 你再猜 也不是 啊 叔叔阿姨哥姐姐 你们说程鑫 这个花是送给谁的呀 是送给你的 你开心吗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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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送给我的我开心吗 对 因为我要送给一个男孩子嘛 我就想问一下 就是你如果你说到这说话 你会开心吗 送给一个男孩子的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吗 君哥 如果送给我的我肯定高兴啊 但是 但是你刚刚说 你要送给一个男孩子 你 你是有喜欢的人吗 对呀 啊 真的吗 真的啊 陈欣 这些事情你怎么没告诉我呀 不是 我们先说这个花的问题嘛 君哥 这花如果送给你 你会高兴的 对吧 我会高兴啊 对呀 而且今天是什么节日 好像 你也知道的 对吧 我知道呀 今天是520嘛 对呀 5月20号 而且这束花我还是 今天早上我专门去嘛 早上你专门去买的 对呀 那你送给一个很重要的人呦 送给一个很重要的人的 对呀 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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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他怎么了 帮助了我很多 然后 他 对我很好 每天 每天对我 是还未满的 他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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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啊 我怎么感觉说的和我那么像呢 来 直播间 你们觉得这个花是送给我的吗 觉得是送给我的 我们在公民上扣一波小一 阿俊现在有点懵了 叔叔阿俊姐姐 你们觉得是这个花是不是送给阿俊的 是送给阿俊的 我们在公民上扣一波小一好不好 来 直播间 没有给阿俊点关注的 左上角帮阿俊点个关注 没有给阿俊亮灯牌的 帮阿俊花个一毛钱亮个粉丝灯牌好不好 都觉得是送给我的 都觉得送给我的 那你这个花 确实也挺好看的呀 哈哈 真的有点好看 我现在真的觉得有点好看 这个花咱们不丢了好不好 这个花咱们就不丢了 这个花我突然觉得放我办公室也挺好看的 我好看好看 好看哎呀你干嘛呀 我突然觉得这个花挺好看的 我把丢了去你的这不好看 没有不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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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丢了 现在不丢了现在挺好看的 我想摸一摸的现在 这个花真的现在挺好看的 真的好看吗 真的啊 好看那我还是把它丢了吧 不丢吧呀 丢丢了干嘛呀 那这花刚刚是谁说的 这花摆在办公室里面不好看 没有 我说放车上你叫我 这花不好看拿去丢了 我现在我现在 我现在觉得这个花真的好好看啊 感觉放我办公室一定能彰显我办公室的气质 放我车上一定能把我的车都 这个氛围脱显的很好你知道不 放我家里真的是让我家里又多了一摩景色 对不对 我现在觉得这个花真的很好看 对对对 师傅艾哥姐姐 现在你们觉得这个花好不好看 觉得好看的 公民上打一包好看 来 直播间1200个叔叔艾哥姐姐 觉得好不好看 觉得好看的打包好看 现在阿军觉得这个花真的太好看了 因为这个是送给重要的人了 对不对 对呀 那现在这花就好看 那我没说是你啊 但是叔叔艾哥姐姐们都说是送给我的吗 我可不可以自恋一下 这就是送给我的 所以我才觉得他好看吗 这下不丢了 不丢了 不丢了不丢了不丢了 叔叔艾哥姐姐们这丢不得 叔叔艾哥姐姐 她都这样说了 这个花还能丢吗 肯定不能的呀 还丢了干嘛呀 丢了 都说了这是送给最重要的人 别人送给你的就直接丢了 但你送给最重要的人那就不能丢 这花等一下呢 怎么呢 这花是我专门买来送给你的 真的吗 嗯 你为什么想着送我花呀 因为你知道吗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 有些节日我不懂 平时的节日都是你送我东西 就是有好多 你不是给我注册了一个抖音号吗 有好多哥哥姐姐都说今天是什么 节日节日 然后我就想着节日该送什么呢 我就想着给你准备一份礼物 我从来没有收到女孩子送给我的花呢 陈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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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我一说我觉得你脸都红了呀 陈欣 没有陈欣 我有点太紧张了 你知不知道 你别紧张陈欣 那谢谢你的花你给我吧 哈哈哈 我也准备了惊喜给你 还有话你说呢 我希望你能天天开心 然后你的事业能像这玫瑰花一样 红红火火 谢谢你啊陈欣 不用谢 陈欣 你干嘛呀 哎呀 那我的有点紧张啊 陈欣 来 叔叔还一个姐姐 叔叔还一个姐姐 这个是陈欣送给我的话 你们刚刚听到了吗 阿君现在好高兴啊 叔叔还一个姐姐 你们高不高兴 来 直播间的叔叔还一个姐姐 你们高不高兴 来高兴的话在公民上打一波高兴 来 直播间叔叔还一个姐姐 高兴吗 高兴的话在公民上打一波高兴 对呀 而且 这玫瑰花 我都是金销系统了 好久都要送给你的 主要就是 以前都是你送我惊喜 今天 我也想送给你惊喜 希望你无忧无虑 哇陈欣 你真的准备的太充分了 我真的 我真的很喜欢呀 真的很喜欢 我从来没有收到过女孩 孩子给我送的花 我就现在感觉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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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快快要小路乱撞了 你知不知道 感觉什么呀 君表 你感觉好高兴啊 你弄走我 对了慈欣 我还有一个礼物要准备给你 你把花 你先把花给我嘛 我还没有摸到这个花呢 你让我抱一抱好不好 那 你给我的对吗 真的是送给我的吗 那不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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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丢了干嘛呀 那么好看的花 我一会儿放办公室好不好 来 来给我嘛 好 好 叔叔爱 叔叔爱个姐姐们好看吗 哎呀 我叔叔爱个姐姐们 帮我截个屏好不好 帮我截个屏 阿俊收到了 陈欣送的玫瑰花了 叔叔爱个姐姐 叔叔爱个姐姐 帮阿俊结个屏 帮阿俊结个屏 一会儿发我们粉丝群 叔叔爱个姐姐 阿俊第一次收到别人女孩子送的花 我也第一次送别的男孩子礼物 君的 我都好紧张啊 知道你喜欢 陈欣 我还给你准备了礼物 你知道不 啊 你还给我准备了礼物啊 对啊 嗯 你看这是什么 送给你的 这什么啊 这 巧克力 对德福巧克力 先拿着好不好 你知道巧克力寓意着什么吗 巧克力寓意着甜的 那你有吃过这个巧克力吗 没吃过 我跟你说一下 今天是5月20号 你知不知道 巧克力寓意着 就是我跟你说 在古马亚文明中有一个传说 嗯 如果一个人一生都在等待着另一个人的话 嗯 那么他 那个时候就会化成一棵可可树 这个就是人们寄托在巧克力上 这个是对 爱情的憧憬 知不知道 巧克力的话 就是对爱情的憧憬 对不对 叔爱个姐姐 代表着爱 对 什么叫叔爱个姐姐 明白的话我们在公民上打一个明白好不好 对了陈欣 怎么了 那这个我留着 好 我放着 我还给你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啊 师傅还给你准备了三个惊喜 啊 那我只给你准备了一个啊 君哥 你的一个 我真的都给我开心好多天好多天了 陈欣 真的吗 陈欣 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 这个 这 这我知道 君哥 这个你知道 这西瓜 西瓜 嗯 那你知道西瓜 你先吃一个吧 先吃一个好不好 那我先放这先吃一个 我先给你 叔叔爱个姐姐 叔叔爱个姐姐 我还给 我还给陈欣 准备了一盒西瓜 叔叔爱个姐姐 你吃 你先吃吧 我我喂你好不好 来 吃嘛 你害羞啊 叔叔爱个姐姐 你们说我要不要 你 我要不要喂成心 叔爱个姐 我现在想喂他吃这个西瓜 甜甜的西瓜 想亲自喂到他的嘴巴里 骂我 不是项链啊 不用拆项链了 项链你以前都送给我了 我都带着呢 君哥 你不要送项链了 那个都是怪贵的 先吃一个西瓜 现在 马上到夏天了吗 那么热 这个西瓜 可以帮你解暑 吃点甜的 来吧 你笑什么笑 那吃这边 你别笑好不好 我好开心啊 君哥 不是我很开心啊 哥姐姐叔叔阿姨 那我吃一口吧 好甜 那剩下的这一半我吃了 真甜 剩下的这一半我吃了 你吃这个吗 我为什么不能吃这个 没有君哥 这我吃过的 你吃过的又怎么了 你吃这个大的吧 这完整的 我怎么呢 我不能吃这个吗 我想吃这个 来吧 一会儿 来嘛 你不要笑吧 不是我开心啊 来来来来 那你吃了两口了 第三口我总可以吃了吧 你吃大的吧 我就吃这个 好不好嘛 我就吃这个 叔叔阿姨姐姐 我就吃这个 其他的这一盒 我都不吃了 我就要吃这个 好不好 可不可以 叔叔阿姨姐姐 觉得可以的 在公民上全民扣扣小姨 如果整天有100个 叔叔阿姨姐姐 都扣了一的话 我就吃这个西瓜 有什么感觉 比其他的西瓜都挺啊 真的吗 真的 对了 叔叔阿姨姐 我准备了第二个惊喜 你们要不要看 你先把这个西瓜吃了吗 君哥 那好嘛 那我再吃一个吧 这样子吧 嗯 你背过身去 然后把手放到后面 好不好 背过去吗 对背过去 我准备给你第三个惊喜了 你不要给我买太不重的 君哥 不会的 陈欣来嘛 那我背过去 好 陈欣你可以 你可以转过来了 好的吗 好了 可以转过来了 转过来嘛 我刚刚再把它拿出来了 你把手给我 还要给手给你 你手拿给我嘛 第三朵惊喜的 第三个惊喜的嘛 拿出来嘛 不会是什么蟲子吧 不会 怎么会是蟲子呀 蟲子是惊吓 不是惊喜 好不好 首先 叔叔还个姐姐们都在等着呢 拿出来嘛 快点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第三个惊喜 哇 这什么呀 君哥 啊 叔叔还个姐姐 你们看到是什么了吗 叔叔还个姐姐 知道我给陈欣准备的第三个惊喜 是什么了吗 来 怎么现在叔叔还个姐姐 知道的全屏打出来 打在公屏上 君哥 这表好贵的 这个表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送给你手表吗 不知道 我一会告诉你 你先把它戴上 我看一下好不好看 我还是算了 我去把它退了 退了干嘛呀 这个退不了的 这个退不了 我还是去 我去我退了 这个真的退不了陈欣 你在哪里买的 这个退不了的 这表很贵的 不贵的陈欣这个是我给你的惊喜吗 给你的礼物 陈欣你带什么 叔叔还个姐姐想看你戴上 干嘛呀 陈欣 这个是送给你的礼物 这个不能退的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我要送给你手表吗 我为什么呀 因为我想你在看时间的时候每分每刻都能想到我好不好 我希望你看到这个手表的时候每时每刻你都能想着我时时刻刻都想我好不好 看手表的时候我也每时每刻都在想真的吗 陈欣你 对呀 我今天太高兴了 叔叔还个姐姐 你先戴上好不好 我这话说的真的不好 我再 来 这不先叔叔还个姐姐 我们要让陈欣戴上不 来 陈欣把她戴上好不好 我们先把她戴上嘛 可不可以 我们叔叔还个姐都带到你戴上 这裙子也是你送我的 这表也是你送我的 还好看呀 你今天真的太好看了 就像那个七仙女下凡一样 哪一个仙女啊 七仙女那么多仙女 你是给八个仙女 你超越她们七个所有好不好 戴上吧 陈欣 我们把戴上好不好 来 这不先叔叔还个姐姐 你们觉得这个手表好不好看 首先所有叔叔还个姐姐觉得这个手表好不好看 好看的话 我们在公民上打一波好看 来 怎么先叔叔还个姐姐觉得这个手表好不好看 好看的打好看 陈欣我们把这个手表戴上好不好 那我们带右手边好不好 因为男左女右 好吧 来 戴上 会戴吗 不会 我帮你 会 不会 这样子 这样 戴上了吗 这好像扣一扣是吧 对 紧不紧啊 是不是小了呀 小了一会我给你调一下好不好 有一点不小 那戴上了吗 来 叔叔还个姐姐 陈欣已经戴上了我送她的手表了 你们觉得好不好看 叔叔还个姐姐好不好看 好看的话在公民上打一波好看 还没戴上啊 叔叔还个姐姐好不好看 看好看吗 好看 看配上陈欣这个手 是不是觉得很好看 叔叔还个姐姐 我看一下 哇 你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放 就这样子放 对 对 就这样子嘛 对 把那个手放那个手里面嘛 对对对对 叔叔还个姐姐 你们看陈欣戴上这个手表好不好看 好看的 我们在公民上打一波好看 哇 陈欣你知道你今天穿这个裙子 真的很配这个手表 你知道吗 对啊 不是 旗袍特别的有女人味 对啊 所以那我就给你准备一套旗袍好不好 好不好 你别给我买 不贵的陈欣 这个都是我对你的心意好不好 来 直播间所有叔叔还个姐姐 陈欣 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啊 还有啊 陈欣 对 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你今天是要把所有的惊喜全部都给我吗 对 因为今天是520 好不好 来 叔叔还个姐姐 想不想看 我给陈欣准备的最后一个惊喜 那你知道我带你第一次去街上买吃了是多久吗 嗯 嗯 很 就在第一次嘛 俊哥有太多太多次了 我不记得了 第一次你应该是带我去吃臭豆腐吧 那你知道 我带你出去吃的第一餐是多久吗 记得 是在我们在街上卖完了土豆 然后你说你想让我吃的好一点 你说看我太瘦了 然后你就想找借口 带我去街上吃了一顿很好很好的中餐 那你还知道我们第一次是因为什么见面的吗 这个记得呀 兄哥 第一次 叔叔还一个姐姐你们知道吗 等一下我先问一下叔叔还一个姐姐 我看一看我直播间的叔叔还一个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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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三哥没有帮阿俊亮灯牌的都帮阿俊亮一个灯牌 感谢我直播间所有叔叔还一个姐姐 陈欣走吧 哪里啊 我们去我办公室说好不好 办公室 你把话抱着 走吧 我们去办公室说 一会儿惊喜 我让那个小倩给我拿上来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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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倩 你准备好没有啊 来吧 叔叔还一个姐姐 在直播间陪着阿俊好不好 陈欣 陈欣 嗯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你知道吗 走吧走 你站到站过去吗 什么惊喜阿俊哥 这边这边吗 这边 哎呦等一下等一下你先别开门哦 你先不要开门哦 今天我有一个合作伙伴给我拿了一个那个蛇过来 你怕不怕呀 啊 你先别看 你了你了你去了啊 你去了啊 你去了啊俊哥 怎么了 我怕了 虽然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 但是蛇我还是怕了那个东西软软的 不怕不怕不怕 你别杀我嘛俊哥 不要怕好不好 快开门 好那神奇了 我们准备三 准备三个树打开好不好 准备三个树打开 是蛇吗 啊 你看有啊 里面有一个很大的 但是关在玻璃箱里的 哦 哎呦好吓人哦 来我们倒数三声我们开门好不好 倒数三声 嗯 来三 二 一 哎等一下等一下 里面真的有蛇啊 真的 你没有骗我俊哥 我可怕蛇了 哎呀俊哥蛇出来了 出来个屁出来 来 真好 来最后了我们真的开门了真的 哎呀我怕的很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俊哥一直说这里面有蛇 哎呀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我怕的很啊 我不开了俊哥 来嘛开嘛 来来来开开开开 没事开有我保护你呢不怕 来打开吧成心打开嘛 对打开嘛 真的真的打开嘛不怕 你不要逗我俊哥 我不逗你也神信 来 开嘛 开开开开嘛 开了吗 对开 打开嘛 数二个姐你们都想看 数二个姐 等等等等 怎么你们也有花啊 这这好漂亮啊俊哥 这是谁要求婚吗俊哥 今天这么狗粮我才吃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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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好漂亮 来叔叔阿姨哥姐你们答应我的事 全屏把今天的日子打在公民上 倩倩又逗我 这是谁的花呀 这是我送给俊哥的 你们和浪漫做得被满怀是吧 你们真的是上人出心啊 你今天永远会说话 倩倩 你骗我今天还说带我出去 吃饭了呀倩倩 不好意思啊 太浪漫了 来子不见叔叔阿姨姐姐 520帮我打在公民上 你们知道太浪了 我先出去来就 出去干嘛呀 我在这里面好像不在河市吧 你陪着我倩倩 还要留一个人在这里吃狗粮是吧 也不吃狗 来叔叔阿姨姐把520帮阿俊打在公民上 好不好看 晨晴晨晨你站过去好不好 站过去 还有你看一下这 你看一下这 哪里 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这个 这什么啊 君哥 啊 哇 这画怎么这么大呀 看一下这个 这画好好看 好看吗 嗯 这是谁要求婚吗 君哥 这里怎么布置得这么好看呀 我从来没见办公室这么好看过 真好看 我把这个画也拿出来 那你开心吗 帮我拿一下 我 我开心呀 来 我今天叔叔还一个姐姐 好不好看 来 叔叔还一个姐姐我今天特意让小倩帮我布置的办公室好不好看 这 这是我 晨晨这个是我给你准备的 一个大惊喜 哇 这个画好看吗 哎呀 君哥我都要感动哭了 你怎么给我准备的这么多呀 君哥 你开心吗 我这辈子都没收到过别人的花 而且还是这么大一束君哥 我 我还给你 而且 我都要感动哭了 君哥 不哭不哭不哭 不哭不哭 哎呦 抱一个吧 啊你干嘛呀 这等一下等一下 今天这么开心的就是你们两个抱一下呗 啊 抱一下呗 我我都有点紧张了 而且你这花还比我的花大这么多君哥 对吧 你看家人都叫你们抱抱了 要不抱一个吧 你们说他们要不要抱一个呀 真的真的要 你干嘛呀 抱一下呗 你不咋的 别看玩笑的千姐 抱一下吧抱一下 啊君哥这花好大呀君哥 而且神星我还给你写了一段话呢 要听吗 是他一个姐姐你们要不要听啊 说一个姐姐要听吗 我还专门给成心写了很多很多的话 你们想不想听 抱一下我们等一下抱吗 说他给姐姐 给家人们看一下 这话你别走这话好大呀 这话那叔叔阿姨给你结个屏吗 叔叔阿姨姐姐你们可以帮阿俊结个屏啊 像公主一样君哥 真的吗 叔叔阿姨姐姐 你们想不想听一下我给成心准备的贺卡 我专门亲手给成心写的 我给你念一下 我给你准备的这个 这个画画好不好 等一下我认真清晰的 我准备一下 好 来咯 叔叔阿姨姐姐们 你们都可以帮阿俊录一下屏好不好 我有点紧张 叔叔阿姨姐姐怎么办 阿俊有点紧张 你们可不可以帮阿俊打一波加油在公平上 因为阿俊真的有点紧张 阿俊差一点差一点这样子了 叔叔阿姨姐姐们 阿俊有点紧张 帮阿俊打一波加油好不好 帮阿俊打一波加油 陈欣要不你先坐嘛 你要不坐坐的我跟你说 我们把画拿过去好不好 坐吧 啊 我坐嘛君哥你别紧张嘛 这个 因为我有点有点紧张啊 这还要拿过阿俊 有一点紧 你比我脸都要大很多倍啊 我坐这么紧张 那你等我念完你再坐嘛 叔叔阿姨姐姐阿俊有点紧张 阿俊有点紧张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等阿俊梳理一下情绪好不好 陈欣 我看过很多花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碎冰南玫瑰最惊艳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像我遇到过很多人 我唯独 对你最喜欢 而且这个碎冰南玫瑰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花语 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 遇见你是我最幸运的事情 陈欣 从我们从你最看开始 刮到我车开始 然后后面我遇到你 我就发现你是一个特别善良 特别懂事的一个农村女孩 而且也是我这辈子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的一个女孩 就是有你这样的性格 所以我想要把这个碎冰南玫瑰送给你 我想要将星辰和大海都送给你 好不好 而且如果说爱是一种颜色的话 那一定是蓝色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蓝色代表着纯粹 浪漫和积极 我把这个玫瑰花送给你 我赠予你满眼星辰 你知道下一句是什么吗 从此星河今是你 好不好 而且我希望陈欣 你的生活充满星辰大海般美好 好不好 哎呀你给我说气疯了 抱一个吧 君哥帮我拿着死过来 抱一个 君哥我都感动得有点累了 君哥 叔叔还有个姐姐阿俊 阿俊刚刚说的话 你们都听到了吗 从来没有这么一个人对我这么好 我给你拆一拆 不不不 没没没事了 因为因为你等我说完嘛 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对我这么好过 而且哎呀还送这么大一束花 我一个农村女孩子 我真的不知道该该说什么了 君哥 那我还是要掉下来了 哎呀哎呀哎呀 你笑好 天呀哎呀哎呀已经叫来了 慢一点君哥今天文姐 还当我去画了妆子 哈哈哈哈 四川 来 直播间四川一个姐姐 你们觉得 来 帮我 帮阿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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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不开心啊 你们看到四川一个姐姐 你们看到这一幕你们开不开心啊 开心的话 在公民上打一波开心 来 四川一个姐姐 开不开心 开心的话 打一波开心 我觉得这一波开心 只得有至少得有两百个 如果超过两百个你们能抱一下 真的吗 抱一下吧 抱一下咋的啊 啊你是我现在有点紧张 你别搞这一次好吧 既然你们两个啊 对你什么意思吗 是直播间一千二百个是抓一个姐姐 有点吗 我们到一千三百人的时候就抱一下 好吧 到一千三百人抱一下 对我们打个主 可以吧 到一千三百人抱一下 对 家人们点点赞 让人上到一千三上一千三 然后 小诚让他们抱一下 可以吧 行 可以 来 叔叔阿哥姐姐 帮阿俊把人气上到一千三百人 对 都不要离开直播间 马上就上去了 好不好 然后阿俊就 嗯 抱一下成心好不好 让他们都帮你打打上人吧 好 来 叔叔阿哥姐姐 都帮阿俊打一波上人在公屏上 很快就一千三百人了 那一千三百人我就抱一下成心 好不好 还得是你啊 哈哈 还得是你 怎么了 我说 我 从小到大 都没感受到温暖 但是现在有问题 我觉得我的生活 充满了阳光 你无时无刻 都在关心着我 呵护着我 哎呦 我真的 俊高 谢谢你啊 俊高 诚信 哎呀我都没有话了你知道我就是很紧张那种感觉 今天我狗粮算是吃够了啊 狗粮算是吃够了 今天我都不饿了 跳舞小倩说好的成功跳舞呢 一会跳舞吗 一千三百人要不我抱他然后你跳舞吗 行可以一千三百人的说你们两个拥抱一下 然后我跳舞给大家祝祝信吧 那你来叔叔阿哥叔阿哥姐姐 叔叔阿哥姐姐一会我的小倩要跳舞在公屏上给我们祝信好不好 来自不见一千二百个叔叔阿哥姐姐 全凭帮阿俊把上人打在公屏上 久久喜也说跳个舞祝祝信 啊 我昨天说上一个节目都在说上小倩跳舞 不要不要搞臭吃 先上一千三百人 然后他们要先抱一下抱一下以后 我就跳个舞给大家祝祝信好吧 哎呀倩姐你就我也想看你跳舞 你就跳个舞吧 对我们都想看你跳舞 这样子嘛 说不定你跳个舞对吧 我们昨天翻一千三百人吧 我马上走掉 看不见听不着 想不沉默不到 两个人的依靠 一个人的依靠